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关永河 今次我和奥比斯去了中国大陆 探访一些小朋友 主要是因为他们患有眼疾 奥比斯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最早是想做慈善活动 我们想看他们的生活 还需要什么去帮助 有件事很有趣 我女儿有一些礼物 送给其中一户的小朋友 奥比斯姐姐帮她们拍了一张照片 我带了给我女儿 我女儿看了之后 她突然说 我要马上回一封信给她才行 当时我觉得很温暖 一个小朋友 他很快会有互动 别人送了一张照片 我应该有一些表示 很开心 我马上告诉她 你快点去写一封信给别人 信的内容多一点就不重要 是她这份反应和心 可能未去之前 她都会听我说很多 别人的地方是怎样 小朋友怎样生活 和你的生活 可能你和别人比较 你是好别人很多 她可能会觉得 好像听故事 或者觉得比较遥远 但当我去完回来 真的有一件事 带回给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把两件事 拉近了 有一天我看她写的作文 她会提到贫穷 为什么有些人还没有遮掩 或者一间屋里面 什么都没有 她会开始感受到 会自己写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挺好的教育